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 很高兴你能来到我的频道 相信你也是正在准备做一个油管视频 跟小鱼儿一样都是正在一个起步 那也会有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今天小鱼儿就给大家说一个方面 我们油管首页的一个地址在哪里找 很多人说我开启了一个油管频道 那么我怎么样把我的频道 我的链接发给我的朋友 让他来看我的视频 或者说我要怎样去推广我的一个视频 这里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频道的一个网址在哪里 这里我们可以把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 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网址 它也可以叫一个域名 在这个后面在这个前面这一部分可以看到 点com这里有个斜杠 at这里油管技术到这个前面为止 这个呢这里可以看到小鱼儿油管技术 OK那到这个油管技术 你的一个频道名称 结束这个之前呢 它就是你的一个网站名称 你的一个频道的一个链接地址 我们这里可以粘贴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呢 你可以创建一个文档 把它复制到里面 这里呢我也推荐大家可以用这一个工具 那边床太小了 这个网站的名称呢 它就叫一个LowShare 你可以看到小鱼儿平时呢 拿这个网站来制作一些笔记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链接 也可以是你的一些故事脚本也好 或者说是你的一些网址 你的一些推广的链接 你都可以放到这个里面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到里面 那么这个LowShare是一款非常强大的一个 做笔记的一个工具 也非常的好用 平时呢你就不用每一次都到这里来复制粘贴 你直接把它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那怎么样确认我有没有复制错误呢 这里呢我再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那这里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新窗口 我们鼠标呢回到这个最顶上 这里有一个加号我们点击 这里就是开启一个新窗口 把我们刚才的链接呢给它粘贴到里面 我们点击一个Enter键回车 OK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小油管技术学堂 证明我们这个链接呢是没有错的 你这样就可以找到你的一个频道首页的一个地址 这样呢就可以直接来到你的频道首页 那么你每次登录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输入你的链接 就可以进入你的频道 这样呢可以节约我们一个登录的时间 那今天呢就简单给大家分享这一个知识点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呢开启小铃铛 会第一时间呢可以看到小鱼儿的一些更新 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 我们一起进步学习 有任何问题可以给小鱼儿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